这不是小雅吗 她怎么会在这 小雅 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在这里 我来这边有点事 等会儿 你抱着是谁的孩子 我的孩子 我们两个分手才一年 你哪来的孩子 你别问了 你吓到他了 什么叫我别问了 今天你要是不告诉我 我就一直跟着你 你还有完没完啊 咱俩都已经分手了 这是我的孩子 关你什么事啊 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你不能走 我告诉你 这件事你不跟我说清楚 看是你跑得快 还是我跑得快 我都跟你说了 跟你没关系 你还在这里问 有意思吗 不 这事你必须跟我说清楚 怎么跟你说清楚啊 咱俩都分手了 你还这样 你别忘了当初 你是怎么对我的 那你告诉我 这孩子是怎么回事 关你什么事啊 什么不关我的事啊 我得把孩子的事调查清楚 你跟这孩子有什么关系啊 你调查清楚 莫名其妙 他是不是我的孩子 他就是我的孩子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 说了跟你没关系 就是没有关系 小爷 小爷 小爷回来了 来我帮帮孩子 小爷 小爷回来了 坐 坐 今天出去怎么回来这么晚 今天出去碰了个熟人 说了火话 再出去一会还能碰到熟人 抱着孩子多累啊 碰到谁了 我怎么没听说你这边有朋友啊 我碰到东东了 怎么碰到他了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他好像知道孩子是他的了 什么 他还给你说小雅 他说他就是一个平身面的人 你再不要搭理他 我知道 可是他毕竟是孩子的爸爸呀 小雅 你这傻孩子 你说说你 他虽然是孩子的父亲 当着他做过尽父亲的责任吗 他都这么害你了 你还替他说话 我知道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理他了 对 像他这样的人啊 就不配知道孩子的身世 就更不应该搭理他 知道没有 知道了 我们也不说他了 你看这孩子也睡着了 刚好我也把饭做好了 走进屋吃饭去 这小雅有了孩子 怎么会去她表姨家 不行 我得回去看看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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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小雅 你是谁呀 找小雅 我是她男朋友 我怎么每天说小雅在这里还有个男朋友 你别管这么多 你告诉我小雅现在在哪里 小雅在哪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说了我是她男朋友 男朋友 你就是小雅那个没良心的前男友 阿姨 你告诉我吧 你应该知道孩子是谁的 我以前不知道 我现在知道了 你现在来找小雅 可是你知道小雅为了这个孩子 她吃了多少苦 她千里迢迢地跑到我这里 就是为了生这个孩子 为了生这个孩子 她有家不敢肥 不敢让她爸妈知道 她的爸妈生气 你现在过来找她 在她最苦最难的时候 你又在哪里 你怎么没来找她呀 我告诉你 你走吧 小雅她不愿意见你 那行吧阿姨 到时候你见到小雅 一定要听我跟她说说对不起 毕竟是我以前辜负了她 还有谢谢你 谢谢你这么长时间 对小雅和孩子的照顾 我走了 小雅 对不起 是我辜负了你 你相信我 也许在未来的毛月天 我还会回来见你和孩子 虽然我不知道 你会不会原谅我 但是我一定会回来的 等我